畫面可以看到 在大半夜的共識新興區中山一路 也就是美麗島站的10號出口前面 那麼有兩名男子 深夜是穿著阿拉伯服飾 其中一人還扮演鴕鳥 讓另外一個人拉著他 那在路中西西六鴕鳥的狀況 他們還把這個離譜的過程 拍上影片 那麼影片被流傳之後 是引發網友的討論 有人說這樣也太狂了 不過這樣是真的滿危險的 因為他們扮成鴕鳥的時候 還是不停的在往前行 而且這個地方是車來車往的 這個中山一路 平常的時候車流量都非常大 車速也非常的快 警方表示這樣的行為 可能已經違反道交法 不排除對影片的人來開罰 東森新聞在高雄的採訪報導